在掌声中上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家光临于美国商界的重磅晚宴 美国电竞巨头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原本说不来又亲自出席的苹果CEO库克 微软CEO纳德拉黑石集团CEO苏世民都是坐上宾 习近平强调中美不是敌人是伙伴和朋友 整个宴会厅里这个布置是非常的温馨的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每个桌上都放置了一个鲜花 习近平大老远飞到美国亲自出马主持晚宴 当面向美国商界挂宝针 我今天同拜登总统达成重要共识 两国将推出更多便利人员往来 促进人们交流的措施 习近平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招揽外资 还说计划未来五年要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 为缓和美中经贸冷战做出的努力习近平给足诚意 却遭美国投资专家泼冷水 彭博分析外国对中国国安威胁的疑虑 短时间更难解除 今天希望要绘文章家宇报